四爺跟我說今天活動很特別 都是文化界的朋友叫我放送 而且跟我說會有不少文化界的朋友 會代表來送我禮物 我當然介紹禮物是很榮幸 而且都是我們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 特別製作設計的禮物 這個都值得珍藏 非常值得放在總統府的辦公室 有政治界的文化人的專業的質詢 然後提出這個總統的政策 讓行政院可以來配合來推動 我是非常高興 也無形之中 讓我好像也是政治界的文化人 因為我一直認為 就是認同台灣這塊土地的人 就是這塊土地的主人 當行政院長第一次到立法院做施政報告 第一個願景就是文化台灣 因為我一直深信就是說 文化是一個民主的靈魂 我們應該文化立國 我們科技很強 就像是翅膀可以帶台灣到任何一個地方 跟人家一較長短 我們不會輸給別人 台灣的科技這麼強 但是文化就是我們的根 我們的臉龐 你光有科技 你沒有文化 國際上不知道台灣是誰 台灣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對文化的關注 一直以來 都是把它列為很重要的一個建設 我也是真的有所謂的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 我們也有很多信用 可以說 你會說 有很多信用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 有很多信用 我們會說